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地线 让你变成立财Superman 台股今天大震荡 我们看到了盘中 这个指数急跌将近500点 那最主要领跌的 当然就是台积电 鸿海跟联发科 因为只有全职股跌幅 比较重 指数才会跌这么多 可是我们又观察到了 今天虽然全职股跌的 比较深一点 可是资金的结构 反而是比前几天 还要来得好那么一点点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有讲过资金的排挤效应 当今天资金全部跑到了 台积电跟鸿海身上 你其他的股票 能分到的那些钱 就会相对比较少一点 所以反而在今天 台积电跟鸿海 休息震荡拉回 甚至跌幅算蛮重的 很多的中小型股 还有一些呢 之前没有涨过的股票 在今天就有所表现 那今天的震荡拉回呢 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是 到底谁反而被震出了好买点 因为虽然看起来今天的盘势啊 跌幅比较深一点 可是市场的情绪 并没有恐慌 我们今天没有感觉到恐慌 完全没有恐慌 因为今天根本就不需要恐慌 我们等一下会从整个指数的结构 还有从昨天晚上 美国公布的CPI数据 来一个一个帮大家去做解读 然后呢 把我们目前的交易策略 来跟大家做一下交代 因为最近的这个交易策略 稍微的有做了一点点的调整 那我们目前至少看起来 经过了这样子的调整 这样子的操作的绩效 应该是有比较不错的表现啦 好不好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 就是这些东西 在今天的正片开始之前 一样提醒大家 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你才不会错过 我们的最新节目呢 然后呢 还能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频道 那你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啦 就是因为我这两天喉咙比较有点痒 但还好像也不是真的感冒 那就是有点声音会有点刷刷 那如果觉得声音听起来不太清楚 或者是呢 觉得我讲的有点太快了 大家就自己调整一下 这个影片播放的速度 好不好 先跟大家讲一下 那么在昨天的话 当然最重要的事件 就是美国公布的这个CPI物价指数 CPI物价指数公布出来啊 我们可以 我们已经把数据列出来了 给大家看 整体CPI的这个月增率 负0.1 出现负的 代表呢 整体的CPI物价 跟上个月比起来 是稍微的再低一点点 那也比市场预期的0.1 还要来的更低 以年增率来看的话呢 年增率来到了3% 低于市场预期的3.1% 那我们其实更在意的是核心CPI 也就是排除掉了食品 排除掉了能源 这些价格比较波动的一些物价以后呢 核心CPI月增率是0.1% 也是低于市场预期的0.2 那年增率的部分呢 3.3也低于了市场的3.4 这一份CPI啊 不管你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你都会知道呢 这一份数据对于通膨的降温来讲 是一个好消息的数据 为什么有三个重点要跟大家报告 第一个就是商品类的这个通膨延续降温 因为我们有跟大家报告过 这一波的通膨下降下来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商品类的价格呢 在往下掉 那这个往下掉 它到现在还在掉吗 没错 它还在掉 所以商品类的这个物价还在持续降温 那另外两个比较特别的好消息啊 这个可能大家就要稍微去做留意 因为这两个好消息 就有可能让联准会在今年降息 有可能在9月份就会成真 第一个是核心通膨嘛 我们说的这个核心通膨 指的当然就是核心CPI 你要再往里面进一步的细分的话 还有一个叫做超级核心通膨 但没关系 我们不管它怎么分 我们可以看到核心通膨连续两个月降温 原本最有年性的服务业的这些物价 它就一直掉在那边 可是在这一份报告上面 开始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化 服务业的通膨开始出现了降温了 代表什么 联准会这个紧缩的货币政策 有限制性的利率 对经济已经开始产生了影响 连之前最年最年的租金通膨呢 也已经出现松动 之前就是不管你什么价格啊 你商品价格在掉啊 服务类的价格在掉啊 租金的价格都不会掉 可是在这一次的CPI的数据上面 我们已经看到的细项 租金的通膨啊也开始出现松动了 所以整份CPI看起来的话呢 代表什么 给了联准会打了一个强心针 什么强心针 就是呢 今年去做预防性降息的动作 应该是不会出太大的问题的 应该是不会看到通膨死灰复燃 所以呢在现在我们已经是在7月份嘛 那这个是6月份的数据 6月份的数据我们已经看到了核心通膨啊 诶 物价出现松动 租金价格出现松动 那可以预期的是联准会看到这份数据 他们当然有理由呢 诶有可能会在9月份呢 就开始启动预防性降息 那你说7月份会降吗 我认为不会 原因是因为7月份降有点太早了 一个月的经济数据 他没有办法给联准会太多的指引 联准会要看的是一个趋势 要一个Chain 那你如果没有看到这个趋势发生 这个趋势成型 这个趋势确立 联准会是不太会去做重大决策的 所以呢联准会宁愿再多看几个月 我认为最快的降息时间点 应该就是落在9月份 那至于9月降完 12月还会不会再降 这个呢就要看后面的物价 有没有延续着联准会的想法 持续的降温 持续的往2%去做靠近 好吧 所以昨天这份CPI看起来是一个利多 不过呢 我们要开始讲了股市的部分 虽然昨天这份CPI看起来是利多 而在公布的第一时间 美股跟台股也都是大涨 都直接一个往上急拉 可是呢 你睡一觉起来 你会发现 哇台股夜盘怎么跌了300多点 哇纳斯达克指数费半啊 标普500 怎么都跌这么多啊 我们先跟大家报告 在今天台股这样子指数 大概跌了400多点 这是从4月以来 单日最大跌点 什么意思 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台股没有跌这么凶过 所以呢 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面 第一次遇到这种比较明显的拉回 有些投资朋友可能已经忘记了 在第一季或者是在4月份的时候 你遇到这种拉回是什么心情 因为过了整个三个月嘛 那心态可能会中懈 就是指数只会涨啊 股票只会涨啊 结果看到了今天跌了这么多 难免心里面会有点毛毛的 虽然不到恐慌 因为你说真的跌很多嘛 也没有跌很多指数的在高档 那好我们先讲美股的部分 美股啊在昨天 我们刚才提到了科技股跌幅比较重 那领跌的当然就是第一个Tesla Tesla跌幅来到了8.44个百分点 为什么Tesla会跌这么多呢 那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呢Tesla说 他们这一个Robotex 就是机器人计程车 这个项目有可能要往后推迟 所以这是一个利空啊 所以Tesla跌比较多 那另外NVIDIA 它就是位阶相对比较高嘛 所以股价拉回整理震荡修正 跌5个多个百分点 感觉很多 但是你去看到位阶都还是相当的高 另外Apple的部分也跌了2.32个百分点 所以在这些大型的科技股股价 都在回档的情况之下 你当然不期待NASDAQ 不期待标普500 他们能够再创新高 可是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 美股美国人的这些投资人 他们是没有恐慌的 为什么呢 我们给几个观察 第一个是科技股领跌 那当然一部分是获利了结卖压嘛 你涨多了本来就是稍微回档修正 很正常 可是你看到道琼工业指数 昨天其实还是收小涨的 所以代表什么 你只要不是那一些科技股的股票 它其实还是能涨 所以道琼昨天是收涨的 那再来第二个观察是什么呢 昨天的标普500里面 标普500就是挑500间公司嘛 来做取样 那这500间公司里面 有将近400间公司的股价是上涨的 所以只有100间 100多一点点的公司股票在下跌 也就是将近八成的股票在上涨 所以这个结构是健康的 再来第三个观察是什么 如果有在看美股的投资朋友呢 你一定会去观察罗素2000 罗素2000就有点像是我们台湾的贵买指数 里面就是中小新股 那罗素2000大概已经一年多都没涨 真的 你去看那个罗素2000你会觉得 好像是两个世界 为什么好像这些大型科技股涨很凶 可是罗素2000呢就一直在原地不动 是真的原地不动 可是在昨天这些大型科技股大跌回档的时候 罗素2000涨多少 3.57个百分点 这个涨3.57个百分点 大家想一下贵买指数涨3.57个百分点 会是什么感觉 一定就是一大堆的股票开始乱喷嘛 一定会有好几十家公司涨停板嘛 所以罗素2000前面没涨 现在呢 大型的股票龙头科技股开始震荡以后 资金就跑到了这些中小型股身上 有没有觉得好像在哪里看过 台股在最近不就是在做这样子的逻辑吗 所以这样子资金从大跑到中小 这个不是只有台湾会发生 美国也会发生 科技股领跌 跌得比较多 资金被跑出来以后呢 钱没有不见 它只是换个地方呆而已 所以罗素2000昨天的涨幅来到了3.57个百分点 那上面这三个观察 你把它综合起来就知道了 确实CPI是一个利多 那你这个利多出来以后呢 资金他也没有 他也知道这个位置比较高 所以会有获利了结的卖压 那可是问题是呢 市场又没有恐慌 没有恐慌的话去买什么 去买了很多的中小型股 所以中小型股的表现 当然相对的就比较不错 这个是昨天整个从CPI公布完 一直到美股收盘 一直到现在 完整的故事 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 你不要只看到股价涨跌 看到这个大斯达克跌 就觉得哇 市场是不是开始要做头了 然后呢 这个要转空了 有转空疑虑啊 当你了解了整个故事以后 你会发现 其实现在的股市 还是有相当多的操作机会 好 我们回过头来 这个台股的部分 台股啊 在今天跌幅也确实是真的比较重点了 甚至跌破五日均线 那只要有跌破五日均线 我们都一定会先提醒大家 你可能在操作上面 要多留意一下风险 因为跌破五日均线 在短线上面它就是一个转弱的讯号 那要转弱多久 不知道 那什么时候要转强 我们有给大家一个方式嘛 你要看它什么时候站回五日均线 而且要站稳三天以上 因为你站稳三天以上 五日均线才会开始上弯 重新获得攻击的动能 所以无论如何 你跌破了五日均线 你第一个动作一定就是 我们稍微停看听一下 可是呢 我们讲了说你要停看听 另一方面我们又观察到了 台股的结构反而正在变好 其中一个观察 记住股市一定都是用来观察 所有的观察不是只看股价涨跌 如果你的观察只是看股价涨跌的话 你一定不合格 你一定不合格 因为股价涨跌它是一个结果 那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呢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结果 以及呢 我们在这一个股市里面 其实它就是一个心理层级的博弈嘛 我们要知道别人怎么想的 我们才能够去制定一套呢 交易策略来去应对这样子的盘面 所以我们要去观察 而观察你要观察非常多的东西 而不是只看股价涨跌 股价涨跌反而是你最不需要去观察的一件事 那我们为什么会说结构反而变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上市的 上市公司的状况 今天跌400多点 有597间公司在上涨 只有496间公司在下跌 超过一半的公司 反而在指数大跌的过程里面在上涨 上柜也是一样 上柜贵买指数今天跌幅不到一个百分点 那一样487间公司上涨 433间公司下跌 所以上涨的公司 也比下跌的公司还要来的更多 所以上市跟上柜都有一个现象 都有一个状况是什么 涨的比跌的公司还要来的多 涨的股票比跌的股票还要来的多 这个不就是结构变好吗 这个就是资金在调整的过程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过去的节目里面 一直提醒大家 你要去关注这些可能还没有涨的股票 因为资金它会去做调整 这个调整它不会一瞬间就完成 它一定是慢慢来 那什么时候速度会加快 在震荡的时候速度会加快 因为资金会被逼出来 我们前面讲了这么久的故事 在今天指数跌了400多点的时候 这些故事都可以一一被验证 所以大家要去观察一下 整个股市的结构到底长什么样子 因此我们给大家一个方向是什么 在接下来这些资金一旦开始轮动了以后 这个齿轮就开始转了 齿轮一旦开始转了以后 它就不容易停下来 所以就算后面你说大型股 圈支股台积电红海 有没有可能再往上攻 有可能啊 那往上攻的时候 中小型股可能就会休息 可是你现在要知道的是 资金就是这样子跑来跑去 那你就不要追高 你如果真的想做的话 你就趁它拉回的时候去做布局 因为资金会跑来跑去 那你现在趁跌的时候买 涨上去的时候买 你就会有一个小小的价差可以操作 那如果你希望的是做一些比较大的波段 那你可能还要搭配一下公司的基本面 跟筹码还有它的题材 所以现在的交易的逻辑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而目前交易的周期会变得相对的比较短一点 因为就是因为股价上上下下 我们等一下后面用个股来跟大家举例 让大家知道 为什么我们会说 现在的交易周期变得非常非常的短 而这个就是交易的难度的最大来源 可是总而言之 我们再给大家一个结论就是什么 第一个你必须要在这个位置上面 跌破五日均线稍作留意 第二个现在的股市的资金结构 还是非常的好 所以你要趁着震荡的时候去寻找机会 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主要的股票 第一个当然要讲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今天你说跌了4点多percent 这个跌幅算重了 我觉得算重 以台积电来讲 但是台积电近期涨幅也比较多 那我们也知道一定会有一些投资朋友 就是不断的用零股买进 零股买进 一定有人是买在1000块之上 10501080这个位置 那无论如何 你说今天这样子跌下来 跌4个百分点 台积电还是在千金股以上 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 台积电刚站上千元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讲了一个故事 我们告诉大家 到底是谁能够在1000块钱买台积电 不可能是散户买的 一定是那些有钱的大户 法人外资 或者是国内的这些受险基金 他们才有能力去买1000块钱的台积电 那我们当时讲的故事是什么 你要思考一下 这些法人他们这么聪明 他们有这么多的研究资源 那他会在1000块钱买台积电 难道他觉得台积电就只会涨到1000块吗 不合理嘛 他如果觉得台积电只会涨到1000块 他干嘛在1000块钱买台积电 所以他会在1000块买台积电 代表他认为上方还有空间 那你放到这个昨天嘛 1080一个礼拜的时间 其实台积电这样子的涨的幅度已经算大的了 算大 他现在跳一档是5块钱 可是其实也就等于是印证了 我们前面跟大家讲的故事 为什么要跟大家讲故事 因为这样子比较容易理解嘛 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会涨会跌 那个其实意义不大 我们要去探讨的是 他未来为什么会涨 他涨的原因是什么 他涨的理由会是什么 那我们上礼拜讲的故事就是 法人会在1000块钱买台积电 那他们会觉得1000块钱是天花板吗 肯定不会嘛 那我们回归到股价 一样跌破于均线 现在台积电的股价到底被什么驱动呢 我们要先跟大家报告 基本面没有太大的变化 包含像是在前天公布的这个 台积电6月营收嘛 我们其实在礼拜三的早上 我们就先跟大家用财经第一线的这个节目 有讲过台积电的营收大几率应该是越减 营收应该是越减 我们那个时候投影片上面还有写嘛 大几率 我们说台积电营收越减 那这个越减当然不是我们 就是博博或通灵算出来的 而我们是有逻辑 我们有告诉大家为什么会越减 所以你在股市里面去做分析 它是有逻辑可以依循 而台积电公布出来 实际上营收也真的越减 可是这个越减它没有减得很夸张 整个第二季的营收数字 还是比我们原先预期的还要来得更好 所以代表什么台积电的基本面 没有太大的变化 它没有变烂 它没有变差 它没有变差 如果有人跟你讲说 因为台积电6月营收开出来是越减 所以今天股价跌 这个逻辑一定就是不对的 这个逻辑一定是不对的 所以既然基本面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 股价取决于什么 评价 什么叫评价 今年台积电赚40块钱EPS 那市场要给25倍呢 那目标价就是1000 给30倍呢 那就是1200 那到底要给几倍 我们说不准嘛 我说30倍 你说27倍 有人说26倍 这个东西它在短线上面 就是一个投票机 什么叫投票机 觉得27倍的人多 它就会往27倍靠 觉得只值23倍的人多 它就会往23倍靠 所以现在的股价取决于市场的共识 给予它多少的评价 那这个评价怎么来的呢 有没有信心 乐不乐观 乐观的时候评价给高一点 悲观的时候评价给低一点 所以今天在跌 你说跌什么东西 跌的可能是大家觉得 哇涨多了 前面我愿意给27倍 今天我只愿意给26倍 短线上有没有可能这样 有可能 那你说长线上 我们刚刚已经把数字给大家了 你自己心里面要捏一个 你认为呢 你这间台积电 这间台积电 它值多少倍的本益比 那你自己心里面 就应该会有一个目标价了 好不好 所以多头结构没有改变了 我认为这个台积电 还是有机会在往上攻击 那只是呢 就是因为跌破五日均线 所以短线上面需要震荡 需要一点时间去做整理 那再来 红海也是一样的状况 我们就不讲太多了 基本面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今年赚多少的EPS 大家在新闻上面 你都可以看到法人的估计 而那个估计啊 我认为都是算是合理的 那么你说股价 如果要继续上工 只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 评价改变嘛 愿意给的本益比变高 第二个 红海呢 莫名其妙 接到了新的大单 接到原本没有预期到大单 或红海挖到金矿 或红海挖到石油之类的 这种呢 我们现在没有预期到的状况 它发生了 那红海的这个EPS 就会被上调 上调以后 你本益比就算不动 它的目标价也会跟着往上动 所以啊 现在的红海跟台积电 联发科 这些大型的全职股 基本上啦 你对于下半年的这个营运展望 应该是差不了多少 因为今年已经过一半了嘛 已经过一半了 所以基本面没有太大的变化以后呢 剩下来的就是取决于 到底呢 这个市场愿意给它多少的评价 那一样 多少结构没有改变 所以呢 我们拉回都还是以一个偏多的角度来去看 可是呢 你要注意到的是什么 一样跌破五日均线 所以短线上面会比较震荡 这个是要提醒投资不要去做留意的 再来 我们有讲的这个目前的周期 交易周期会变得比较短 因为波动很大 最明显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是3711的日月光 日月光昨天大涨 这个有没有涨停板 我好像忘记了 我记得好像没有 但是它就涨很多 涨了8%吧 结果今天呢 扬下来7%8% 等于是你昨天涨得得白涨 日月光不是小公司 那不是小公司 股价波动能够这么大 代表有非常大的资金 在里面跑来跑去 一下跑进去 一下跑出来 那我们也不用去探究 它为什么进去 为什么出来 因为这个东西 都是短线上面的因素 那只是我们要用 这样子的例子 来跟大家讲的是 为什么你不应该 在现在追高 我们在过去的节目 一直提醒大家 你不要在这个位置上追高 因为你在这个位置上 追高很辛苦 你永远不知道 明天到底是要大涨 还是要大跌 你真的要买的时候 这种大型圈资股 你真的很喜欢这间公司 你为什么不趁着 它在下跌的时候买 它跌下来的时候 你不敢买 涨上去以后 我觉得你买第一根 回后买上涨 买这一根 我觉得OK 但如果你买在 这一个位置上的话 相对的是不是 就比较贵一点 那个风险报酬比 就没那么漂亮 所以你如果是要 站在左侧交易 你喜欢这间公司 你想要趁着 它拉回的时候 去做一个价值投资 你应该是要趁着 它股价怎么样 有修正的时候 去做进场 而不是在它喷上去以后 他说好可惜 前面没买到 赶快买 结果大涨很乐观 以为突破 要再走一个新波段 说真的 昨天我也觉得 它应该要走一个新波段 因为这个突破 非常漂亮 结果股市里面 没有人说得准 到底明天股价涨还跌 这件事情 没有人能够 给你百分之百的答案 所以今天股价 一跌下跌了8% 代表你昨天追上去 不管你买在哪个价位 到今天都是套牢 在交易上面不只是日月光 还有很多的股票 其实都是一样的模式 所以我们还是要再提醒一次大家 不要在这个位置上面过度追高 我们所谓的过度追高是指 你那些位阶已经很高的股票了 那你还要再去追高 你不就是 跪上加跪吗 一些位阶低的股票 它可能底部刚发动 你小追 这件事情我觉得没问题 因为它位阶相对偏低 所以大家在交易上面 一定要搞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事情 知道自己交易的逻辑是什么 那么我们讲了大型圈之股 确实它维持一个多头结构 可是现在中小型股已经到处你了 它的爆发力非常的强 所以我们最近的交易 特别是7月以来 其实我们交易的周期 第一个我们刚才讲过了 它这个上下波动的幅度很大 所以我们在操作的周期也会变短 其中有一档3594的盘移 盘移的话我们是在礼拜二的时候买进 然后我们在昨天的时候 就获利了结卖出 所以其实你持有三个交易日 但是三个交易日的时间 也帮我们赚了将近10%吧 如果我没算错 应该比10%少一点 但就是将近10% 所以台积电可能要花一个礼拜 它会涨10% 这已经算很快了 但是中小型股 可能一天的波动就可以来到10% 那我们又知道了大量的资金 开始往这些中小型股 去做移动的情况之下 这些中小型股反而能够帮我们 创造更多的获利机会 那我们讲了7月份 我们的动作比较积极 我们7月4号的时候 买了一档股票 这个我们有公开 我们在7月5号的时候 就在群组上面跟大家讲说 我们有买的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是什么 6133的金桥 金桥我们在16.9到17.6的时候买进 也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很幸运的买完以后 当天就涨停锁市 隔天开高涨停锁市 后面一路涨上去 用四个交易日的时间 拉出了三根涨停锁市 所以我们上礼拜 7月4号是上礼拜四 上礼拜四到今天 六个交易日 六个交易日 从这里涨到这里涨多少 将近40% 台积电要涨40% 不知道要花多久 但是中小型股的爆发力 一旦你只要做好了 这个踩对节奏 一档换一档 那你抓到了一档40%的 下一档10%的 20%的 当你这样子慢慢累积起来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绩效 快速的就先拉开了 因为我们有讲过吗 我们第二季可能做的没有那么的好 因为第二季的那个节奏更难抓 至少我们觉得很难抓 可是到了第三季 我们已经观察到了资金往中小型股去走 而我们在节目上面也这样跟大家报告 那我们实际在带会员朋友的操作 当然就是要往这个方向去走 所以我们在7月4号的时候买到金桥 那这个上来 短线上面也是拉开了我们的成本40%左右 那也要再跟大家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投资朋友一定会问什么 包括我们自己的会员朋友也问 老师那现在还能不能买 这个问题一定会问 就是老师现在还能不能买 那我必须很诚实的告诉大家 我觉得可以 为什么 什么叫做可以买 我先讲这不是买卖建议 我们先我们把故事讲完 为什么叫做可以买 你问我 我一定会跟你讲说 我觉得可以买 因为如果我觉得股价不会上涨的话 我不就把它获利了结了吗 这个逻辑大家想一下 如果我觉得股价呢 不会再继续涨了 那我应该现在就要获利了结 没错吧 所以我们现在还抱着 代表我们认为股价上方还有空间 可是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你现在如果进场 跟我们的成本就是差30% 那你的风险报酬比一定比我们差嘛 因为我们已经先赚30几%啦 那如果我们自己心里面的策略 我规划假设啦 他拉回10%或者我们的这个获利只剩下20%的时候我就要出场 那你买在现在这个位置 可能股价回挡 拉回了一下 然后来达到我们的停利点 我们20%获利出场 可是你现在买的话你是亏10%出场的 所以同一档股票 我们的这个交易的点位不一样 你会造成你的结果不同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考量所谓的风险报酬比 因为虽然他确实啊 我也觉得他会涨啊 可是我们没办法百分之百保证嘛 那我们也要做好另一手准备什么 当股价拉回的时候 我们要做好停利的动作 所以现在已经涨30%了 还能不能买 我觉得会涨所以能买啊 但你要去思考的是 你要承担多少的风险 来去换多少的报酬 你买在这个位置上面 你上方的报酬空间很大 可是你下面的停准位置呢 大概就抓10%而已啊 所以风险报酬比漂亮嘛 那是我们进场的理由跟逻辑 但你现在这里呢 不好意思哦 如果回到原点的话 这里是亏30%哦 那你往上呢 还要再30%吗 那你往上30% 你这个风险报酬比 也就1比1而已 所以很多时候会员朋友 可能就是没看到讯息 或者是没有买到 或者是不想买 不想跟 那后面看到涨上去了以后 再来问能不能买 我们会给大家很诚实的看法 就是我觉得还会涨 但是呢 你要理解的是 你现在买 跟我们原先最一开始进场的成本 就有所差距了 这就是现在行情这么快 那操作难度会比较高的原因 原因是因为 有可能你只要稍微一犹豫了 你就会错过一档标股 这个就是现在台股里面 常常在发生的事情 好不好 那另外第二件呢 这个是一样 我们这个是全体会员 所有的朋友 所有会员朋友都有的股票 我们在7月9号 7月9号是什么时候 礼拜二 礼拜二 7月7月8月 对礼拜二 礼拜二的时候呢 我们带全体的会员朋友 买了3710的连展投控 那买的位置在哪里 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 因为一样啊 底部起涨拉上来 但我们不喜欢追 我不喜欢追股票 刚好这一天股票怎么样 哇 杀下来 点了一下五日均线 漂亮 看到点了五日均线 我们就开始 开始要发讯息 给我们的会员朋友了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买 我们在这个位置买 趁下跌买吧 趁下跌买吧 买完以后呢 隔天震荡 昨天涨停锁死 所以现在中小型股呢 你只要节奏抓得好 你不要去硬追 那你在它震荡的时候呢 稍微的慢慢先去试单嘛 小量试单嘛 觉得强的话再加码就好了 把资金分开来打 这个就是交易策略 所以呢 昨天涨停锁死 虽然今天一样回档 可是整个多头的结构 非常的漂亮 那要我们买在这个位置 有些会员没有 会说这个位置能买吗 我们我必须先讲 这个没有要怪会员朋友的意思 但是呢 一定有会员朋友 昨天问我们说 老师3710连展投控 没买到的还能不能买 我们心里面一定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前面呢 你不想买 然后现在涨上去了以后 才觉得好像要变成标股了 所以这就是 投资人会有的一个小小的坏习惯 跌的时候不敢买 涨上去的时候又很想追 但我们反过来嘛 我们要跟 要怎么讲 反着人性来操作嘛 当大家都喜欢追高的时候 我们就偏偏喜欢逢低嘛 所以你买在下跌的这一天 趁他拉回的时候去做布局 后面涨上去 就跟你的成本就拉开啦 跟你的成本拉开啦 这个地方就可以保护你嘛 做下挡保护嘛 你接下来的动作 只要做好什么 只要做好停力就好了 你拉开那种10% 20%的股票 接下来的重点就是什么 抓好停力就好了 但如果你买在这个位置上面的话呢 你昨天去追 那今天呢 一回档先套3% 那个感受度就会不太一样 虽然对这间公司的话 我们必须要讲 他除了在做这个 Apple的天线模组以外 他还有一个市场上面 还不知道的利多 这个是我们会员朋友的权益 那有机会我们会跟会员朋友做说明 但无论如何 大家就是简单的跟好就好了 要进要出 这一这个到底什么时候要出场 什么时候要加码 我们现在说真的也不知道 因为现在股票的交易周期 非常非常的快 但无论如何 已经在车上的会员朋友的话呢 那就就跟着我们的讯息操作 好不好 我们到现在一张都没有卖 那我们希望呢能够再帮我们打出 一个更漂亮的获利 那最后的话呢 其实在礼拜三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我们这礼拜的动作 非常的积极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交代过了嘛 我们在7月10号礼拜三的时候 也跟大家讲了 对了跟大家报告 金桥啦 其实公布的营收数字非常的好 年增率55.98%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新闻 那另外呢 我们在礼拜三也跟大家先预告了什么 有一间公司 我们正在看 六开头的公司 礼拜三我们那时候还没有买 礼拜三还没买 有些六开头的公司 跟金桥一样 在底部放量攻击 那也不用问助理 因为我们就还没有发讯息 给会员朋友 所以助理也不知道这张股票是什么 那助理来问我 我也不会跟他讲吧 因为那是我自己在看的公司 那还没有做成真正的决策之前 其实不需要给助理太多的杂讯 专注在自己已经有的持股 那剩下来的研究工作就是交给我们 所以这间六叉叉叉叉叉 礼拜三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讲说 我们即将要去布局 礼拜四昨天我们真的带会员朋友买 买完了 哎 股价很幸运的攻上涨停缩死 那运气真的不错了 礼拜三的时候我们在研究这间公司 礼拜四的时候股价呢 就涨停缩死 在今天我们一样带会员朋友 来买这一间六开头的公司 那我认为他后面应该 还有表现的空间 表现的空间不算小 原因是因为他的股价位阶还相当低 还相当低 而且他的题材有两个题材 有两大题材 这两大题材都是现在台股的主流 所以这间公司有没有机会变成 就是跟走出跟精巧一样的走法 我认为机会算是相当大 算是相对比较大 也不要说相当大 相对比较大一点 所以在目前的这个价格上面 我认为都还有机会能够布局 那我们就是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逻辑 礼拜三先做规划 礼拜四礼拜五我们买进 那我们看看后面股价 能不能走出一个漂亮的波段 还是要跟大家提一下关于心态 其实在股市操作的人永远都在后悔 什么意思 可能有人会说 你做空的人你会后悔做空 你做多的人后悔没有买多 你买多的人后悔你没有all in 所以你在股市操作里面 一定都会后悔 动不动就卖飞 砍在阿呆股 但如果你一直后悔 这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你只能赚到 你认知里面以内的钱 你侥幸的去投机 然后买到了喷出的股票 但你一直在赌博 那你靠运气赚到的钱 你终究会靠实力把它赔回去 所以我们不希望大家赌博 我们不要大家投机 我们希望大家做好投资 那你在股市里面操作 竟然一直都在后悔 那这件事情你没办法改变 你能调整的只有自己的心态 就是接受它 那你要做的是什么 很多投资朋友呢 在做交易的时候呢 像无头苍蝇一样 乱买乱做乱赔钱 然后赚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赚 赔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赔 然后在股市里面呢 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那我觉得这样子 其实对大家没有那么的好啦 如果大家对于自己的交易上面 有一些问题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跟我们的助理聊一聊 跟我们助理聊天是不用钱的 好不好 跟我们助理聊天是不用钱的 那你可以跟我们助理讨论一下 关于交易策略要怎么去做调整 或者是自己目前手上的持股 应该要怎么去做换股 这些助理其实都跟我蛮多年了 大家其实在这个操作的水准之上 应该都是有一定的水平啦 所以我也是觉得 如果投资朋友 你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你可以去试试看 找外部的资源来帮你 有的时候你观念一个打开以后呢 你后面的操作就会变得非常顺了 好吗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投资朋友 赶快帮我们订阅起来 有更多的资讯会放在我们的群租里面 希望所有的投资朋友 都能够跟着我们的频道 一起成长一起赚大钱 那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拜拜 星期六晚上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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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我的个人频道 星期六晚上九点 星期六晚上九点 海鼓羹报 就在我的个人频道